金河时代来临,曾经野蛮生长的巨兽突然倒下,又小花了支撑,得斐讯从云端跌落。 8月3日,对于通过零元购购买斐讯产品的消费者来说,是忐忑不安的一天,因为按照斐讯此前的说法,当天斐讯将给出通过第三方平台,进行K码兑换的方案。 不安的等待中,当天下午甚至有人PF了一张费讯宣布破产的公告,不少媒体都中了枪,直到晚上,费讯的官方公告才姗姗来迟,让人大跌眼睛的是,此前费讯宣称的通过第三方平台,进行K码兑换的方案,变成了通过费讯官网,费讯商城APP将K码通过费讯CKS系统兑换费讯商城为C。 费讯表示,VC可在费讯商场换购费讯产品及其他商品。 美金号NBBNEWS从费讯商场此前发布了一份说明中看到,VC最多只能兑换商品价格的50%,也就是不仅此前退还现金的方案变成了购物券。 并且如果要使用这种购物券,还要额外支付一定的现金,这样的兑换方式引起了斐讯用户的不满。 在费讯贴吧中,大量的用户发帖反对这个方案,获取零元购。 连比金融接连费讯费讯,是上海一家电子数码企业,主打路由器,体质创,智能音箱,电视盒资等电子通信类产品。 自2016年起,费讯开始联合电商平台推出零元购营销活动。 具体而言,费讯售卖的产品,都会附带一个K码。 消费者购买产品后,将在这些理财平台,客户端注册登陆对换K码,便可在一定期限后全部提现。 据国际金融报报道,如果再次参与零元购,则必须在理财平台上进行投资。 这也就是说,消费者一分钱也没花,白减了个电子产品。 这为理财平台带来了不少流量,也为费讯带来了产品销售量。 费讯官方网站数据显示,费讯录游记在今年6月1日至6月18日期间共实现七一, 亿元总销售额,销售总量达到72.2万台,而在6月18日当天, 费讯了一家电商旗舰店的销售额突破1.7亿元,产品销量突破16万台。 然而,和费讯合作的理财平台联币金融,都突然死亡,半倒了这只迅猛发展的巨售。 6月21日下午,上海联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15名主要导管被上海市公安局中将登局, 竞争支队,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,正式宣告着联币金融的崩盘, 由此,消费者购买的配码无法兑换。 联币金融爆雷后,7日后他帮费讯第一时间撇清关系。 费讯表示,对参加费讯和合作伙伴,联币营销活动的消费者, 费讯承诺必收出硬件产品,得K码由费讯负责协调第三方进行兑换。 费讯表示,与联币的营销合作市场商活动, 消费者购买费讯智能硬件产品后,可自愿选择是否根据活动规则参加, 与任何第三方销售平台无关。 不过,从股权上看北逊和联币金融,却有一些隐秘的联系。 根据天眼查,北逊创始人顾国平, 曾经与一个叫做陈海东的人在2014年7月成立过一家公司, 叫做上海股群投资合伙企业,有限合伙, 而陈海东就是联币科技的前任股东。 在2017年5月转了,那其在该公司的股权。 同时,联币科技曾对外投资,过了将瑞锦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。 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王嘉宾, 王嘉宾同时担任匪群通信南宁有限公司的董事兼总经理, 其法定代表人是顾云峰,顾云峰的另一个身份为上海肺讯数据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的副董事长。 工商信息显示,顾云峰拥有29家公司, 绝大多数都和上海肺讯息息相关。 此外,另一家和肺讯合作的理财平台, 华夏万家和原币金融,在股东层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关系。 中国证券报报道,华夏万家此前登记的办公地点为于北京市朝阳区高旺京北路, 9号九状九层第916A。 该地址恰恰是北逊公司的办公地点, 人付85亿债务,多项资产被查封。 根据北逊公司官网介绍, 北逊是一家为用户提供社会家庭领域, 智能产品和原服务的科技创新性企业, 公司2014年的营业额便达到120亿元, 拥有5000多项发明专利,研发人员超过2000人。 顾国凭此前接受证券时报采访时曾表示, 2015年、2016年、2017年, 上海微信连续三年支线鬼母净利润过亿元, 其中2015年的净利润净10亿元。 同时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也持续保持在50%上下的水平。 而据中国证券报报道, 如今北逊的资金状况不容乐观, 至少身负85亿元债务, 并被多家法院查封齐下资产。 在一位从北逊离职的员工看来, 北逊本质上就是个理财公司。 据中国证券报报道, 消费者在购买肺训产品并注入配码后, 不仅会获得所购买肺训产品, 价格对应的礼貌资产, 还会获得多张理财项目优惠券。 另外, 理财平台工作人员还会打来电话, 推销其平台上的理财项目。 该离职员工套路, 公司里不少员工, 也都是联币金融, 和华夏金付的用户, 不少人的资金都套在里面, 但公司极力撇清和这些平台的关系, 很多员工都感觉受不了。 相比员工, 配信和做理财平台联币金融 猝不及防的暴雷, 对于投资者更是情天霹雳。 据国际金融报报道, 我所有的家当全部偷在里面, 一共一百多万, 一名投资者李铁华明向记者表达了自己的担忧。 在记者加入的一个河南群里, 投资者的投资金额, 从几万到几百万元不等, 据群主介绍, 仅这一个群的涉案金额, 就高达五千多万元。 王海华明是其中一名利益受害者, 他从2011年10月, 通过电商平台接触到连币金融, 随后相继开启投资, 陆陆续续投了活期一百万元, 利息7.5%, 六个月定期二十万元, 利息10%, 和其投了大约一百二十万元。 顾国平其人, 说起卫训, 不得不提到多次被死亡, 的卫训创始人顾国平, 他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。 顾国平出生于1977年, 在公开场合, 顾国平经常身着考究的身色西服, 装发整齐, 身杂挺拔轻瘦, 看起来干净利索, 他喜欢健身, 经常参加马拉松比赛。 1998年, 顾国平毕业于上海电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, 随后进入上海振华港口机械有限公司工作了两年。 根据媒体报道, 2008年底, 他拿出自己多年打拼积攒的一亿元, 并邀山同学和心腹, 创办了匪训通信。 据顾国平回忆, 为了凑齐北逊的启动资金, 他甚至将自己的房产做了抵押。 顾国平被人熟知是在2014年, 战年匪训开始巴黎借会城市业务, 顾国平并开始谋求借和ST会求上市。 但是,2016年1月, 顾国平增持ST会求的资短计划出现爆仓, 被市场称为A股大股东爆仓第一人。 随后不久, 他案中将ST会求控股权转让给先言, 并辞去ST会求董事长一职, 但与此同时, 神圳市瑞来家喻投资企业有限合伙, 开始从二级市场取牌ST会求。 就此, 瑞来家喻和先言, 开始了一场夺壳战。 其中, 闲言义方炮制第一千零一项奇葩议案, 引起了监管层以及市场的强烈关注。 最终, 涉事各方宣遭处罚, 顾国平也未能幸免, 被证监会采取终身证券市场进入措施, 并处以90万元罚款。 此外, 被选及固国平, 因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肖法律文书确定义务, 被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去年列为失信被执行人。 每日经济新闻综合美金APP, 国际金融报, 中国证券报, 证券时报等, 每日经济新闻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。